最后一个A股交易日 大绿 估计是大家都清仓回家过年了 但是年后的钱还能不能回来 不好说了 我不是炒股的人 我离开股市已经8年了 我也不是什么财经专家 股票专家 或者让人理财的这个人 因为那些人说任何话 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 我今天就站在一个 有些炒股经验的 一个股民的立场上 说一些真心话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股市的门槛非常之高 它不是救济所 它是一个实现财富再分配的场所 所以进入股市之前 你先要审视一下 自己有没有能力和财力 在这里边进行再分配 对于股民们 我给两个建议 第一 尽量不要去碰它 因为对于80%的人来说 不碰股票就是最好的理财 因为80%的人都会亏钱 第二 如果你某种原因离不开股票 那就老老实实的学习股票的逻辑 要么成为富豪 要么就是乞丐 这里没有中产一说 你懂一点点的股票理论 和完全不懂 是没有区别的 要么精通 要么就不做 中国股市1990年成立 成立了32年了 股民们研究炒股花了多少年 那机构研究炒股又花了多少年 这30多年说真心的话 每一代的股民智力和认知都不相同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 就是基本上都亏钱 你看看身边那些 每天研究K线的 日K周K 还各种什么黄金交叉 研究顶部还是底部放量的 就这些人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个月一看亏25000 当年嚷嚷着 说我们不赚钱 是因为没有T加零 不应该设置涨停跌停制度 是不是也是这帮散户 30年前刚成立的时候 是没有涨跌停限制的 当时一只股票 一天内可以涨35% 第二天就暴跌40% 这都是常有的事 但是国家经济一年增长 才10%到15% 所以一家企业 几天内涨30% 都是不合理的 于是90年代初 开始实行1%的涨跌停制度 但是当时证明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每天涨1% 或者跌1% 太容易了 就每天大部分股票干的事 就不是涨停就是跌停 你买不进来也卖不出去 那成交量就会非常低迷 于是就在网民的呼吁下 1992年要完全放开了 不限制涨跌停 而且实行T加零 好 一天之内 大盘暴涨105% 注意这是大盘 这是A股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上涨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所以好多人都说 你看T加零这么 还有不限制涨跌停的政策 我们就是赚钱的 但是他们忽略了什么 就这种暴涨 是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1%涨跌制度控制的 前提下产生的 1%的制度 限制了股价太厉害了 一直在被压着 你一下爆发了之后 等到每只股票回归 它的正常价值之后 那一切就变了 果然 6个月之后 A股从1400点暴跌到400点左右 而且在T加零的制度之下 每天暴涨暴跌 就是庄家可以随心所欲的 控制和收割韭菜 对吧 比现在可爽多了 你要知道T加一的制度之下 1万块钱的就是1万块钱 但是T加零 这1万块钱在一天内 可以买卖10次 就会出现10万的交易类 就换句话说 当时庄家队散户收割是现在的10倍 所以导致当时无数的人倾家当成 于是证监会成立了 一直到1995年 A股废除T加零 改为T加一 而且设定10%的涨跌停制度 一直到现在了 回顾这段历史 什么意思 就是让你想想 最近这两年是不是还有很多专家 我不点名了 他们还在说A股不放开T加零 散户就没法赚到钱 我告诉你 这些人就是他们单纯的坏 再说一下现在这个大环境之下 美联储加息必然会导致美元回流 因为资本都是逐利的 钱肯定会往利率更高的一方流动 那美元回流了 就代表流通的美元变少了 美元就是升值了 对吧 你国际流通结算货币就是美元 它升值了 其他的国家的货币就贬值 这个都懂吗 那如果一个国家要避免美元回流 该怎么做呢 大概率会让本土跟着美国一起同步加息 维持住利差不变 这样回流的动力就小了一些 所以说现在是两难的境地 你跟着家吧 容易泡沫爆雷 你不加资金就是外流 那时间一长外汇储备就没了 怎么办呢 股市债市会市就全完了 国内如果持续抵抗利差加息 这股票呢 绝对就是利空 那好多人说那我们不加呢 就挺着呢 那你看土耳其 土耳其特知道美国的这个套路 宁可把央行行长都给辞了 也死活不加息 现在呢 货币贬值 这个物价飞涨 所以建议玩股票的别投机 如果你当理财的话 一定要找对赛道玩长线 找优质赛道的行业 还要考虑 它是不是优质赛道里的龙头公司 如果是优质赛道龙头公司 那它的估值是否合理 还得看 你再好的公司没有合理的估值 那建议果断止损 巴菲特的投资哲学是以合理的价格 买入优质的资产并长期持有 听着很简单 但是有多少人分得清 什么是优质资产 你能不能分得清 什么叫合理价格 就是好多人现在连市盈率你都不懂 你就开始进入股市 坠涨杀跌了 我是2008年开始玩股票 对于我来说最惨痛的一次 就是28块钱的一只股票 我前后持仓三次 一共3万股进入 然后就一直当人家的股东到现在了 中间做了几回 替回了点本金 目前这个股票市值7块多 现在还有一万多股在里边 我基本上也不看了 这都是惨痛的回忆 最后说一句 人这一辈子凭运气赚到的钱 都会凭你的实力亏损出去 因为人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 这也催生了人和人最大的差距 就是认知和思维的差距 所有的理财类的东西 都是不可能让人致富的 他只能让你的已有财富保值和增值 忠心的建议大家 少玩虚的多干实业 别当韭菜 远离那些穿着西装 天天教你这么炒股 让你买理财产品那些人 他们身后都有把镰刀 等着靠你的智商税 买年货了 逐年发财